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读书一起分享人间时单 《读本好书》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那么关于吃的文字 基本上有两路 一路是文人雅食 而另一路是记录我们的日常饮食的 这本我们今天要读的书 写的就是家常便饭 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时单 作者是评论家王干 此书写家常便饭 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 这本书由美食的首都在故乡 寻找他乡美人志 人生百态看吃相三级组成 总共是有五十多篇散文 它是以美食作为主线 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 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 并且杂揉进了人生百态 读起来呀 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我们首先来看 在他的文字里 美食的背后是乡愁 作者王干生于江苏的李夏合 学习工作都在外地 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 所以专门写了李夏合食单 细数自己故乡的美食 米饭饼 高油鸭蛋 瓷锅 烂乳 扁豆烧芽头 螺丝 咸肉合棒包 等等等等 您比如说 米饭饼 他这样写道 小时候 经常见到母亲 将米粉加水 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 放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 摊在铁锅上 一会儿功夫 米饭饼便摊成 一进口 一股酸酸的甜 气入口中 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 孩子和大人的一天 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 我现在怀念的 还是幼时的米饭饼 除了那样的酸甜外 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 那些米粒啊 是记忆里的珍珠 是美食中的钻石 谢谢大家 说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 的确如此 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 那也是了得啊 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 二人的交往的生活意识 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 汪朗说呀 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 在李夏河地区 高游 宝硬 兴化的关系更密切 风物习俗也更相近 王干呢他又是高游的女婿 在高游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 他二十多岁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 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 颇有心得 更重要的是啊 王干和汪曾祺一样 还是个吃货 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 还能说出不少道理 由此这些文章 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 反倒有些奇怪了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 汪王二人相交多年 王干的美食审美 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 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 闲话疯的那种气质 威威道来 随心而谈 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 在书中 王干这样说 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 他在《四方识事》中写道 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 他吃醉蟹 有点吸蟹如金的味道 每次来了客人 都只取一只 用刀切成小块 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 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 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 作者在不疾不虚 平心静气的讲述中 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 挤笔勾勒出来 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 把二人深厚的情意 展示得淋漓尽致 读来既觉得有趣 又蛮感动的 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 那这本书的第三个亮点呢 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饮食从来就不仅仅只是关乎 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 而是关乎人生哲理 制作理面等等 在民间呢 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 而由此衍生出众多的 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 那这本书的作者啊 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 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的 各类行为加以归纳总结 形成了他自己的 关于饮食文化的 独有的一些看法 你比如说 吃什么 和谁吃 在哪吃 点菜是个美学问题 喝酒是个军事问题 等等 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或多或少都遇到过 思考过 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 人生哲理的这种层面 去加以归纳和提炼 那么在这本书中 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 你比如说在《味道》一文中 他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 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做翡翠白玉的菜 给他充饥 他觉得太好吃了 回宫以后就让御厨做这道菜 其实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 可是御厨费尽心思 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 乾隆就感叹说 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 对此作者写道 乾隆的感慨 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 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 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 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 原料的不地道 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 我们现在是宫中 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 我们的口味变了 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 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 我们的下一代在甜水中泡大 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 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 事实上 就到这里 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咱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成 某和阿尔 想在大量 更大